那剛剛有沒有在電視機前面關注裴洛西議長來立法院的這個演說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中共不應該阻擋我們國際的交流 台灣人民希望的是和平和繁榮 不是霸凌與戰爭 我也看到中共有可能在台灣周邊進行實戰試射 我也要堅定的呼籲中共懸崖勒馬 民黨政府也應該真誠的依循中華民國憲法 來好好處理兩岸關係 然後趕快找到雙方可以對話的基礎 這才是人民之福 那同樣我也要再次的強調 希望所有的國人跟我一起支持 在這一次承受最大壓力的國軍 因為他們非常辛苦 也希望佩洛西議長來台灣之後 能夠更了解兩岸關係 以及美國對台灣的重要性 能夠發揮它的影響力 在美國國會加速推動台美雙邊貿易協定 BTA等實質合作 以及敦促美國行政部門 能夠對於台海和平繁榮 能夠塑造一個更有力的環境 委員表達這個歡迎立場 那主席也是親美路線 但是黨內好像有其他委員 是比較反對的 會不會覺得有點分裂 其實民進黨真的這樣的抹黑方式 真的老招永遠一樣 就是斷章取義 然後誤導或分化民眾 把沒有講誤導話塞到人家嘴裡 真的民進黨不抹黑就不會選舉 其實 就是 費委員提出他對佩洛西議長來到台灣的觀察 我跟費委員我們都是立法委員 我們立委對於議題本來就是 看法會有同有異 這是民主國家很正常的事情 也很健康 那民進黨不要因為防疫無能 治國無方 就故作文章傳譯交點 是沒有用的 反而我看到民進黨包括 王世堅議員高嘉瑜委員 他們對於林志堅論文抄襲的事情 跟民進黨中央不同調 就遭到他們黨內圍剿 他們這種不問是非 只問派系顏色 根本就是黨同法異 而且是一言堂式的民主倒腿 不過這除了共軍越中線 好像有一些經濟制裁 那委員怎麼看 的確我們看到 中共它好像進了100家的廠商進口 但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 對岸他們這樣過激的反應 其實對於兩岸之間是 沒有任何幫助 也沒有必要 當然民進黨政府也應該趕快 肩負其責任 協助我們的廠商農漁民 找到出路 不要讓政治紛爭 影響到我們百姓的生計 我們怎麼看裴若是來台之際 然後柯市長發文說 台灣要保持自己的主體性 然後我們要和美日交好 卻不必與中國交 台灣應該左右逢遠 而不是左右為難 我的立場很堅定 中華民國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本來就可以接待和邀請國際的友人來到台灣 那對岸實在不應該阻擋我們進行任何國際之間的交流 特別是美國國會跟我們立法機關還有很多政府官員之間的交流跟互動 我想這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對岸有任何過激的反應 不只沒有必要 而且對於兩岸關係區域穩定 是沒有任何幫助 不過昨天有一份最新民調指說您跟陳時中只差不到一個百分點 會不會有危機在 民調真的很多就是參考 其實就是積極請走地方 然後廣大各方支持的力量 以及藉由很多地方優秀的前輩 包括陳友的議員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接下來為台北市民提出最好的願景 爭取市民朋友的支持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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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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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